我们到新闻现场 我们来看到昨天晚上呢 来自全台25万名的民众上凯道 要向这个政府来发出怒吼 我们看到有多少人 25万人的这个民众 全部都是穿上白衣 从制高点来看 就像是排成了一个正义的十字架 希望政府都听到民众的心声 因为我们看到这洪仲秋枉死案呢 一个月以来 其实大家都有非常多的不满 而大姐总是呢 代替洪家来发声 她誓言要替弟弟讨个公道 而过去在镜头前 我们看到她总是非常的坚强勇敢 不过在今天 弟弟告别室的这一刻 她的坚强的武装 可以说是完全瓦解 我们看到的是一个 失去心爱弟弟的伤心姐姐 她从告别室的会场 一关过程到最后火葬的仪式 洪慈庸是数度泪崩 毕竟汉至爱天人永格的伤痛 任谁都难承受 如果眼泪能让家人再见 仲秋一面 姐姐肯定会毫不犹豫 用双眼交换 在坚强的心灵 面临生离死别 也难幸免 弟弟亡死一个月 镜头前走失勇敢 保护家人 追求真相的洪志庸 努力扛起 替弟弟讨功到责任的瘦弱肩膀 告别是这一刻 也难承受 躲在黑色桑符里 跟着诵经节奏 微微抽搐 亲人朋友的拥抱 似乎给了洪慈庸 重新武装自己的勇气 女王照片里 那张永远也回不来的 熟悉笑脸 整整三分钟 擦掉口罩下的泪痕 收拾情绪 或许姐姐知道 如果让弟弟看到这么多 不舍得 不甘心 他怎么能 放心走呢 这真的是弟弟 在世上最后一段路了 能做的只剩替弟弟撑伞 告诉他 好好跟着姐姐 洪忠庸的棺木 从家里一往火葬场 不久后 烈焰火蛇 就会无情实现 天人永隔的恶梦 毫不犹豫 挖解 洪慈庸的防线 拿香的手 苍白颤头 眼泪 毫不争气 就像断了线的珍珠 侵蚀眼眶 和祖爵哀伤的口罩 这段路好长好远 洪慈庸得揪着胸口 才走得完 大姐你帮中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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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来 来 多久 姐姐不怕苦 不怕累 但还能做什么 弟弟的冤情 依旧是海里 还没浮起来的大石头 唯一肯定的是 眼泪将继续伴随洪家人 度过每个思念 中秋的夜 中新闻 综合报道 幸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